英采儿儿子和正希以女儿青梅竹马,同框画面填到爆炸。 英采儿儿子和正希以女儿青梅竹马,同框画面填到爆炸。 霸气的女人有很多,但是降得住陈小春的只有英采儿。 英采儿儿不仅长得美,笑声也是超大声,不愧为山鸡哥的女人。 问陈小春为什么选英采儿,她说了一堆,忠心思想是喜欢她笑。 这段相差16年的感情,既顺理成章又非常奇妙。 爸爸陈小春在古惑在中山鸡哥形象深入人心,所以大家也就觉得儿子小小春应该也是那种脾帅脾帅的小男孩。 没曾想到,父亲与母亲都是急性子,儿子Jasper却恰恰相反,软蒙可爱,温柔懂事。 爸爸去哪儿第五季一开播,很多观众都被陈小春和儿子Jasper实力圈粉,无法招架不住Jasper的可爱神功。 英采儿和陈小春这两个火爆脾气的人却生了个小嫩男。 就好像灰太郎和红太郎,两个朝天娇生出了个小天娇。 Jasper的可爱董事旋风是圈粉,迷到一片少女阿妩们。 实在是太可爱了,她一笑,感觉花都要开了。 Jasper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啊,越长越帅了。 正希一刚出道时全程力捧,年度最佳新人拿到手软,唱跳作品相对失度惊艳意识。 2015年4月8日,正希一和梁雪楚的女儿出生。 正希一称女儿花名为梁晋晋,因为今日天气梁晋晋。 梁晋五官精致漂亮,充满灵气,一头漂亮的小卷发,仿佛混血洋娃娃,完全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。 后来正希一代静晋参加了不可思议的妈妈,静晋的亮相也吸引了大批网友的关注,一下子捕获了大众粉丝。 新一代小萌神上线了,静晋对喜欢的小哥哥表达喜爱的方式略显特别,而被网友称为魔女静,长相那么萌那么可爱,作风却像个女汉子,这反差萌真是迷死人。 现在的静晋两岁多了,越长越好看,那小卷发真可爱。 近日,正希一晒出了自己女儿梁晋晋和陈小春英彩儿的儿子Jasper的合影。 照片中,两个可爱的小孩都在吃零食,吃到开心时两个人还互换,看起来十分可爱。 正希一和英彩儿是多年的好友。 所以这两个小萌娃一起出现是经常的试窝,太可爱了。 对此,网友纷纷评论道,小小春好可爱呀,感觉微微有点小小正希一和陈小春版的,Jasper万人迷身边都是美丽的小姐姐哦。 两个小可爱站在一起的画面实在是太可爱了。 很久不见的Jasper还是那个发型,两个小家伙实在是温馨又可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